诸位法师 诸位同修 大家晚上好 请先开经本 第三页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 《往生论》的作者 天亲菩萨 同学们看第三页第一行 婆受盘窦法师传 婆受盘窦就是天亲 这个后面会有解释 这本经书前面 有把天亲菩萨列传 这个也是截录 我们把这段文给它过一遍 我们对天亲菩萨有一个熟悉的过程 因为《往生论》是天亲菩萨做的 《往生论》对于我们学习净土法门的重要性 意义都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文章 也要了解写文章的作者 了解作者也有助于我们对文章的了解 后面还有介绍谈卵大师的一个简介 我们今天把这几位祖师做一个了解 这个有助于我们学习这本注解 大家往下看 婆受盘窦法师者 北天竺 妇娄沙 妇罗国人也 这个都是好像是印度话 妇娄沙意为丈夫 妇罗语为土 所以这个翻译成中文 就是丈夫土这么个国家 此土有国师婆罗门姓乔诗家 这个是说天亲菩萨的父亲 名字叫乔诗家 是个婆罗门种姓 有三子同名婆受盘窦 三个儿子都叫婆受盘窦 都叫天亲 所以天亲菩萨有三个 你看我们学了就知道了 他兄弟三个都叫天亲 大哥叫无助天亲 那我们现在学习这个往生论 是兄弟当中的第二个 天亲菩萨 婆受意为天 盘窦意为亲 所以叫天亲菩萨 天足立而明由此体 虽同一明 复立别明以显知 都叫这个呢 但是要立别明才显示出来 这三个人不同 第三子婆受盘窦 这个是天亲菩萨弟弟 于萨婆多部出家 得阿罗汉国 别明比林池 这个是他的弟弟 他弟弟出家之后呢 赠得阿罗汉国 你看这兄弟三人的成就 都是不可思议 这个就是他的弟弟的名字 长子婆受盘窦 是菩萨根性人 亦于萨婆多部出家 得大成空观 因此为名 名阿僧且 阿僧且意为吴卓 所以他的大哥叫吴卓天亲 吴卓天亲是天亲菩萨的大哥 他的老大 天亲菩萨是老二 前面介绍的是老三 那么天亲菩萨的哥哥呢 虽然是从小秤 经典当中出家 但是呢 他人是大成根性的人 所以根性很猛利 所以一个人的根性猛利 他是大成根性呢 即使学小秤经典 但是他都能够误入大成的道理 所以同样学一部经 同样跟 在一部经当中学习 但是每个人的受益不同 就是每个人的根性不同 根性猛利的 他的体悟就更深更广 像我们同学们在一块学习 那根性猛利的人呢 可能讲的人都不懂 听的人开悟了 在这个佛教史上有这样的例子 最明显的例子 就禅宗的六祖 你看六祖大师 听到有人送金刚经 开悟了 送金刚经这个人呢 还糊涂呢 他在旁边一经过 嗯 开悟 我们学讲经 我是没开悟 大家听了 虽然是个没开悟的人讲的 但是你要是根性猛利的话 嗯 你听了你开悟了 我还糊涂呢 你都开悟了 但是同学们要注意 所以我们学习这个法门 不是以开悟为目的 我们是以往生为目的 但得见弥陀 何愁不开悟 所以同学们听经啊 从头听到尾 好像没什么开悟 别急 我们不是为了开悟 我们是另有途径 我们现在学习这个法门呢 印光大师把它称为特别法门 谈鸾大师说呀 这个叫非常之语 不要说佛教外面的不懂 佛教里面的人都不懂 而且讲这个净土经典 散导大师告诉我们的标准 唯以佛为标准 散导大师在《观经书》里面讲 宁伤今世 错信佛语 亦不以菩萨言论为标准 什么意思呢 宁可我们这一次受到伤害 听佛的话 听错了 错信佛语 其实是不可能的 你要听佛的话呀 绝对是得真实利益 也不拿菩萨说的话作为准则 天秦菩萨说的往生论 它是依无量寿经说的 所以它称之为论 叫无量寿经 幽婆体色 天秦菩萨这个往生论 是依无量寿经 谭乱大师告诉我们 这个无量寿经指的是净土三境 以这个为标准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学习呢 大家记住我们开场 今天是第四场 大家永远记住 开场我告诉大家那个原则 你看我们这次 总共讲四天 今天是最后一天 还没有讲到 网上论著的经文 那前面这个准备期啊 稍微有点长 有同学都着急了 师父什么时候用经书啊 第一天来了 一言分一本没用上 第二天也没用上 昨天用上 前面这个铺垫时间 虽然长了一点 但是我们学起来就 叫准备的好 准备好之后再学呢 叫四半功倍 同学们如果学过中国传统文化 就我们中国古人呢 做什么事情呢 起步的时候都是很慢的 起步啊 很慢 很稳 准备的充分 一旦一开始啊 速度就快了 而且拿得准 我们学这部 做作 一开始向大家报告了 是从异形开始 是从佛力开始 因为依靠佛力 不执着智力 仰仗佛力 所以我们学起来 什么都容易 同学们学完 往生论座啊 你再去看 无量寿经 不管你看佛经 什么经都容易 以前认为困难的 你现在看就容易 同学们认为 学佛什么最困难 每个人认为的不一样 师父啊 发菩提心很困难啊 好不容易发出来了 很容易退呦 学完往生论座 很容易发 而且不会退 为什么呢 我们从佛力角度来看 我们在佛门里面 常常听人说 放下放下 师父啊 很难放下呀 学完往生论座 我告诉大家 很容易放下 所以这部经典呢 叫非常之语 同学们有语言的话 能把它系统地学下来 你再从这部经的角度 再去学别的经 你有经历愿意学就学 没有经历老实念佛 你从这个角度看 什么事情都容易 原来认为难的都容易 从难入义 难就是苦啊 义就乐了 那叫离苦得乐 往生极乐世界 我们是离苦得乐了 学了这部论呢 现前就能够让我们 离苦得乐 所以这个 这个法门 这部著作 对于我们来讲 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讲到这个 天青菩萨哥哥的根性 非常猛烈 所以叫五着天青 他出家得大成空观 所以他对什么都不执着了 成为五着天青 树上斗帅多天 知问弥勒 大成经义 照大成经 幽婆提舍 幽婆提舍就是论 他哥哥呢 经常到斗帅天 这是我们娑婆世界的 第四成天 斗帅天的内院 是弥勒菩萨教化的处处 你看看他哥哥这个功夫 真的是很有力量 他可以上斗帅天 到斗帅内院 向弥勒菩萨请教 而且是经常去 所以对大成经论呢 体会的很深入 写了许多论 解释佛所说一切大教 佛所说的教啊 他都懂 他可以解说 第二 婆受盘斗 异于萨婆多部出家 这个是讲我们现在这个作者 天青菩萨了 博学多文 辩通典籍 神采俊朗 无可畏道 这个天青菩萨呢 这个地方赞叹 博学多文 学习得懂 学习得多 懂得多 神采俊朗 神采俊朗 我们说长得也很庄严 有才华 有相貌 无可畏道 没有人能跟他比 戒行清高 难以相辟 而且修行啊 修得很清净 很如法 兄弟既有别名 故 法师 诞称 婆受盘斗 为什么称他为天青菩萨呢 因为他哥哥有别名 他弟弟也有别名 所以就直接就称他为天青菩萨 造七十真实论 破外道所造生且论 首尾瓦解 无依据得利 于阿玉舍国起三世 他也建四院 一比丘尼寺 二萨泊多布寺 三大城寺 法师而后 更成立正法 先学匹婆萨艺 以通后 以通后 为众人讲此匹婆萨艺 他学了之后 学通了 为大众讲解 一日讲 即造一记 色一日所说艺 刻刺童叶 以述此计 他讲完了一天之后 把这一天讲的内容 作一首寄送 作为总结 然后把它刻在 刺童叶上 标志最向头上 击鼓宣令 好像是放在 罪相 喝醉的大象头上 然后击鼓宣令 谁人能破此记 此记忆 能破者当初 如此次第 造六百余计 你看他这个 一天有一计 造了六百计 就讲了六百天 没人能破 色皮婆沙 亦尽 亦亦皆尔 遂无人能破 即是 聚舍论 这个聚舍论 是这么来的 聚气后 即作长行 解记 利萨波多义 谁有 辟处 以经不义 破之 名为 阿匹达摩 聚舍论 聚舍论 是怎么造的 同样我们这个 往生论也是 往生论的上半部 上卷 就都是寄送 下卷 就都是长行 上卷的寄送 我们读了不懂之后 你可以看下卷 下卷就是天亲菩萨 解释上卷的寄送 但是没有 弹鸾大师的注解 我们读了下卷的解释 也读不懂 有的时候 还用一把意思误解 所以没有弹鸾大师的注解 那往生论的功力 功效 功用 也很难显发 所以同学们 我们念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要没有这些主事 给我们讲一讲 解释解释 我们念的也很不安心 我们念的也很累 念一声 想一下 喊破喉咙也枉然 念一声 想一下 还没放下 念一声 想一下 还有很多业障烦恼 我们对往生这个事情 自己会造成 许许多多的障碍 看了主事的解释 我们才知道 念佛法门是怎么回事 然后我们念这个符号 就安心了 因为念佛号安心 我们念这个符号 就有战佛的味道 所以在生活当中 自然就能够体现出 五念门 念佛人的生活 深夜礼拜 口夜赞叹 异夜作愿 置业观察 方便置业回向 后面天津菩萨说 还有五宗果门 那么净土法门呢 是因果同时 所以五念门得到了 五宗果门也得到 这个在后面的 论里面的内容 乃至于注解 都是非常精彩的 我们前面呢 先抓住它的中心 从哪个角度去学习 从异形 所以大家要注意 我们学这个法门呢 从头到尾贯穿的 就是佛力 因为有佛力 所以很容易 同修们 我跟我们新加坡同修 也聚过很多次了 有的时候 我们在一些道场 做法会 临时的开市 我都向同学们报告 这个法门就是易 容易 你要觉得难了 你就偏离了 这个法门遇到 什么时候遇到 什么时候都容易 什么时候用 什么时候都容易 一点都不困难 因为容易 所以遇到的人 都不空过 我们自己 用起来容易 我再告诉大家 帮助别人 也容易 我们学了这个经典之后 你就有这个信心 跟我们接触过的人 我们要以这个法门来供养他 这个是真实供养 你说给他讲经 让他听经 这个语言不容易 讲一会儿可以 讲多了 不容易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供养他 我们常常念佛 别人看到我们 都是个念佛人的形象 在这一点上 我们出家人比较方便 出外面一走 人家一看我们 阿弥陀佛 他就念一声 这种情况 我经常在外面走动 经常遇到 那么在家同修呢 也可以 我们可以手上戴个念珠 现在带念珠的人也很多 不念佛的也带了 带个念珠 或者常常念佛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场合 有些场合不适合念佛 或者不适合念出声音 我们也要尊重 也不能太强迫性 有的时候太强迫性 效果反而不好 我们就自己做一个 虔诚的念佛人 跟我们接触的人 都会受影响 我以前我们在中国 小经社在装修的时候 我们请来装修这个师父 那都不是学佛的 我走的时候呢 就把那个房间店门上 插一个念佛机 过了一两个星期 来看看他装修的进程 进来一看呢 这个装修工人呢 一边敲锤着一边唱佛号 他也不信佛 为什么呢 天天听听听听 像听流行歌曲似的 他就唱出来了 他唱出来了 他自己都不知道 我说哎呦 你在念佛呀 哎呦 我怎么没注意我在念佛呢 这环境呢 熏陶 他念这一声佛呀 佛就告诉我们 这一个佛的种子就进去了 遇到一些缘分呢 这个种子一发芽 一开花 一结果 他就成佛了 听闻到这句佛号啊 你看我们现在 如果同学们喜欢看体育节目啊 你看体育节目里面 常常说什么 种子选手 种子对 哎呀 这个人一听了佛号 种子佛 你看就不一样了 他的本性光明啊 就显发一下 如果他的缘分相续 他这一生就往生了 就成佛了 他肯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他就成就 如果这个人是临终的时候遇到 我们说的祝念呢 祝念的功德不可思议 什么人必须要祝念呢 就这一生当中 没有遇到这个法门 也没有信受这个法门 临终的时候特别需要祝念 他再遇不到这个缘 他就没机会了 那这个时候遇到缘了呢 同学们想想 他能不能往生 我遇到一个老居士问我 说师父啊 有一个祝念团 他说他祝念的人呢 祝念一个往生一个 百分之百往生 他有点不相信 然后问我 法师他们能 他们祝念能百分之百往生吗 我就回答他四个字 不可思议 祝念要是如法 真的不可思议 临终的人呢 大多数人临终啊 都是任人百步 你送他上西天 他就上西天 你送他下地狱 他就有可能下地狱 我们送他去极乐世界 他就能去极乐世界 那为什么呢 任人百步 同学们我们学 观无量寿佛经的时候 你看那个下品下神 劝令 教令 劝了不听 教 教了不听 令 令就不能不听了 命令 他临终都糊涂了 劝也听不懂了 教也听不明白了 令其往生 佛号就能送他往生 所以佛号的力量 不可思议 这个法门容易 我们自己容易 我们遇到身边的人呢 我们也容易帮助他 先让你身边的人 都变成种子佛 然后再慢慢慢慢 他就会开花 结果成熟 所以这个是 我们学了这部经之后 我们自己得真实利益 我们也有缘分 供养我们 有缘的人 我们再回到他的介绍上来 天亲菩萨呢 他这个据所论 这一小段文是介绍出来 他怎么写出来的 怎么讲出来的 法师既变通十八不易 妙节小秤 指小秤为事 不信大秤 为磨合眼 非佛所说 阿僧且法 阿僧且法师 住在丈夫国 既见此地聪明过人 实解深广 该通内外 前世往阿喻舍国 报云 我今几读 如可即来 这个什么呢 天亲菩萨本人呢 修学 很不错 小乘经论 写了很多 但是呢 他诽谤大秤 他说 这个地方讲 磨合眼 非佛所说 他不承认大秤 指小秤为事 不信大秤 那么他哥哥呢 无拙天亲呢 知道这个罪过很重 所以要救他的弟弟 虽然你小秤法学得很好 但是你诽谤大秤 诽谤大秤呢 那就要堕地狱 那说明天亲菩萨在小秤上 解得很深 他还没有 正德阿罗汉国 正德阿罗汉国就不会堕地狱 但他诽谤大秤呢 他哥哥就很着急 所以说自己得病了 你赶快来看我 天亲 既随 使还 既随使 还本国 与兄相见 质问 纪元 问他的兄长 是什么原因 得病了 兄达云 我今 心有重病 他哥哥就说了 我的心有重病 得了心病 由辱而生 我得了这个心病 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你 你这个弟弟 不信大秤 恒生毁谤 以此恶业 必永伦恶道 我尽愁苦 命将不全 天亲 闻此 惊惧 即请凶 为解说大乘 天亲菩萨 听他哥哥讲 原来 哥哥得病 是因为我 而且哥哥告诉他 生命不长了 要走的时候 最大的心病 就是我这个弟弟 还在诽谤大乘 所以临走的时候 希望解救他的弟弟 天亲菩萨 也很懂得兄长 然后请兄长 为他说大乘教义 兄继位略说 大乘要义 法师聪明 基于此时 勿至大乘理 应过小乘 应该超过小乘 于是旧兄 辩学大乘义 后如兄所解 西德通达 解义既明 思维前后 西与理相应 无有乖背 听了兄长的开示之后 他就慢慢明白了 大乘教育的真实 知道自己以前是错了 实验小乘为师 大乘为德 若无大乘 则无三乘道果 西记毁谤大乘 不生信药 据此罪业 必辱恶道 诸位同修 我们看一看 菩萨到我们这个世间 来视线 有的时候 他也走万路 你看也毁谤过佛法 你看我们 读无量寿经的时候 阿弥陀佛第十八院 后面有一句 我们一看到都害怕 唯处忤逆 诽谤正法 那么散导大师告诉我们 这个忤逆 犯法的人 还能不能忘生呢 佛之所以这样讲 是遮障这些人 还没有犯忤逆罪 犯法罪的人 不要犯 假如已经犯了 能不能忘生啊 已经犯了 容易 同学们知不知道 什么容易 已经犯了 很容易下地狱 那你想不想 把这个罪灭掉呢 你要不遇到 净土法门就很难 遇到净土法门 不但容易把这个罪灭掉 而且还容易成佛 所以曾经造作 忤逆罪 棒法罪的 阿弥陀佛还就 佛之所以这么说 是告诉那些没有犯的 不要犯 是这个意思 假如你已经犯了 忏悔 怎么忏悔呢 你要会忏悔 同学们看看 天清菩萨 他一开始不会忏悔 你看他怎么忏悔 此罪 此罪业 大家看第六页的第五行 此罪业必入恶道 身至纠责 欲悔先过 网至凶手 尘其过迷 今欲忏悔先迁 为之何方得免 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能把这个罪给灭掉 云我稀 由蛇故生毁谤 今当割舌 以泄此罪 你看天清菩萨 怎么忏悔啊 以前我是用嘴 诽谤正法 用舌头 毁谤正法 现在呢 怎么忏悔呢 把舌头割掉 哎呀 同学们 这一段 我一定要连续讲 要不讲到这个时候 停了 明天再讲 可能明天就有人 没舌头了 所以讲经啊 在哪停 也是个学问 曾经诽谤大乘 用舌头诽谤呢 那我把舌头割掉 就掺掉了吗 所以他的胸长 还是明了 用什么方法 胸云 你隔一个舌头 你隔一千个舌头 这个罪都灭不了 如若欲灭此罪 当更为方便 法师极请凶说 灭罪方便 还有方法能帮你灭罪 什么方法呢 胸云 辱蛇能毁谤大乘 辱若欲灭此罪 当善解说大乘 你以前用舌头 毁谤大乘 现在就用舌头 赞叹大乘 就可以了 作为同修 我们的口业重不重啊 那我们要忏悔 你是用前面的方法 隔一千个舌头呢 还是用后面的方法 所以要忏罪 你要遇到高人 别用自己的想象来忏罪 我们用智力 你看这都显示 智力跟佛力了 你赞叹大乘 随喜大乘 随喜佛愿 那个灭罪的功效 就不可思议 作为同修 我们现在正在灭罪呢 大家知不知道 你看我们在弘扬大乘法 而且大乘佛法里面的 了义中无上了义 方便中第一方便 原顿中最极原顿的 就是念佛方法 我在这个地方 在灭罪呢 同修们来听 也是在灭罪呢 我们才能够 讲的听的 成就这一个法会 这样的法会 一切祝佛之所互念 所以我们在赞叹大乘 赞叹大乘呢 要有人捧场啊 大家都不来 就我一个人个人 对着镜头赞叹 赞叹赞叹 我也下课了 我跟大家一块学习 我不可能讲到现在 哎呦 四十分钟了 累了 下去歇一会儿 那大家坐在这个地方 就加持 我们这一堂课 完完整整的下来 这个就是得佛力加持 我们都在赞叹 台上台下 都在赞叹 那他的兄长呢 告诉他 怎么样去灭罪 阿生且法师 莫除后 就是他哥哥 时候 天亲方造大乘论 解释诸大乘经 天亲菩萨就听他哥哥的话 造论呢 写了很多大乘经的论 像我们现在学的 就是其中的一部 叫往生论 是一大乘无量寿经 写的论 所以叫做无量寿经论 也叫往生论 底下讲 华言 涅槃 法华 般若 维摩 圣曼等 著大乘经论 西式法式所造 又造 唯识论 试设 大乘 三宝 三宝性 甘露门等 读大乘论 凡是法式所造 文艺精妙 有见文者 弥补信求 故天竹 及鱼编土 学大小乘人 西以法式所造为 学本 很多学习大乘经典的 都以天清菩萨的论 为根本 同学们要注意 不管哪一个宗派 这个论是非常重要 你直接看经 你认为你看懂了 你要拿论来笑咽一下 你看没看懂 就像我们学无量寿经 我们学这么多年无量寿经了 以为自己不错了 无量寿经我们一门深入 学了二三十年了 学得对不对啊 你要拿论来对比一下 天清菩萨学了无量寿经 写了一部往生论 那你就跟往生论对比对比 看看你学无量寿经的心得 跟天清菩萨学无量寿经的心得 相应不相应 假如不相应 同学们是天清菩萨错了 还是你错了 我们说菩萨错了 可能我是对的 那就麻烦了 所以我们对比一下之后 才知道我们学无量寿经 学得对不对 理解的对不对 相应不相应 跟佛的意思啊 就像开经纪上讲的 愿解如来真实义 到底相应不相应 义部即外道论师 文法师明 莫不畏福 天清菩萨很有 写的都是真实法 你外道或者是义部 就不同的 你跟他一对比 假的遇到真的 或者方便的遇到真实的 都不行了 所以同学们学佛 你要知道佛的真实处 真实义 佛教众生还有全教 有实教 全教是什么呢 全教是方便 接引 实教呢 是佛真的要给你 心里面真正想给你的 我们同学们学佛 你对家里人也有全教和实教 家里人请你喝酒吃肉 师父啊 我真想吃素啊 但家里人早是请我喝酒吃肉 怎么办 喝吧 吃吧 不喝 不喝 家里就起冲突 喝我就犯戒啊 我喝还是不喝啊 那你就懂得了 这个时候叫全教 我随顺家人的 是为了接引他念佛 让他知道 有机会接触佛法 当然了 你家里人没请你喝 你说你请我喝啊 那就有问题了 是我们在随缘当中 我们那个发心要问清楚 我们先作意 先发心 我这个是 方便全教接引他 跟他接缘 所以大家被听错了 可不是让大家去喝啊 去吃啊 你家把这个意思搞错了 就醉过了 尤其是到末法时期 越往后 你要不懂得这个 大乘教义的话 不懂得全巧方便的话 你的是障碍重重 我遇到很多学佛人 我就不说地方 也不能点名 我遇到很多学佛人 先生来学 看不到太太 太太来学 看不到先生 跟他交往很多年了 都不知道他太太长什么样 也不知道他先生长什么样 而且他是一个 还是个老修行 后来才发现 他不懂得接引家里人 家里人看他学佛 也没办法 实际上真正学佛 同学们 你要慈悲 要柔软 尤其是遇到阿弥陀佛 这个法门 我在国内 遇到一个法师 他教一个方法 很好 我跟大家分享 这个方法叫什么呢 叫内事 内外的内 事是事愿的事 就发事的事 就你想动你家里人 你要发个内事 那就发个愿 我们除了愿生西方净土 我们还可以发别的愿 只要是顺佛愿的愿 都可以发 你比如你家里人 学佛 我学这么多年 他老不跟我学 你就发个内事 大家注意 内事不要跟任何人讲 讲出来就乱了 就漏了 就不起作用了 你偷偷发个愿 我的兄弟不爱学佛 我怎么样他学佛呢 好我发个愿 我念多少声佛号 给他回向 真诚的去念 肯定有效果 但是不要说漏了 你比如说我念一百万 给我弟弟回向 希望我弟弟能够发心 接触佛法 学习佛法 你发愿念一百万 念五十多万的时候 你看你弟弟 怎么这样 你忍不住了 我还为你发什么什么什么愿 给你回向 你看你这样 你手漏就完了 同学们要记住 我们中国老祖宗 教我们的很多 很多要点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 老人有一句话 叫人情不讨 永远在 我们帮助过别人 给过别人的恩惠 人家欠你人情 千万别讨 人情不讨 永远在 别人 人家不是不知道 你一讨就完了 就没有了 那我 对你那样那样 你怎么 完了 这一讨就没了 人家不是记不住 你不断地给予 不断地给予 他就会感动 我们很多学佛人 求素孝 我遇到一个老居士 不算老了 比我大一点点 他母亲老 母亲年纪大了 脾气很大 他就 哎呀 这母亲脾气太大 怎么办呢 那母亲一发脾气 他就下跪 那母亲一发脾气 就给他母亲下跪 他越跪 他母亲脾气越大 那有一次 遇到我们 说师父 你看我这么诚恳 天天给母亲下跪 他怎么改不过来呢 我说你那个跪不真诚 有点强迫 你比如我生气了 同学们 人生气 能一下地转成高兴吗 高兴 让他一下地生气 很容易 生气 让他一下地高兴 不容易 你给我惹气了 我再缓五分钟 慢慢 缓五分钟 哎 好了 你给母亲惹生气了 他母亲最起码要五分钟 十分钟 他才能缓过来 你上去下跪 让他一分钟就转过来 他不更气吗 我就跟他举个比喻 我说你烧开水 回家呀 你用那个电水壶烧开水 把开水掉到电水壶里 我说烧开水 需要多长时间烧好啊 他说大概十分钟左右 好 我说你今天晚上 把水放进去烧上 然后给水壶跪下 你看到十分钟 五分钟能不能烧好 他烧水就需要十分钟 你跪下 他还是十分钟 你逼他没有用 他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学佛也好 或者学传统文化也好 你要求别人不能太猛力 我们都是凡夫 尤其是我们要真正凡心 我们是下列凡夫 我们自己调整得慢啊 其他人也差不多啊 要互相给空间 互相给时间 不要逼迫 欲速则不达 我们传念佛法门也是这样 不是一下子 哇 新加坡人 差不多 600万 350万已经念佛了 哇 那真不容易啊 他才需要一个过程 要耐心 水 放到壶里 插上电 他慢慢慢慢热 慢慢慢慢热 慢慢开 你别说一插上 怎么一摸汗是凉的 算了 哗 电门一关 永远都开不了了 他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坚持坚持 最后一滚起来 就不可思议了 我们帮助家里人 你别想着 想着一个月两个月 马上立竿见影 他剃度出家了 你又受不了 就是慢慢的 你虔诚的去学习 去修 家人自动会受影响 我以前就不懂了这个 我以前听我母亲学佛 帮了我父亲 那我们做的不好呢 我父亲看了 哎呀 这些学佛人 也没瞧得起 但是我父亲 有一次说了一句话 在我内心当中 很有触动 他跟我说 你妈妈虽然学得不怎么样 学得不怎么样 但是蛮虔诚的 你看他不是看不到 因为夫妻都能看到毛病缺点 你母亲看了学得不怎么样 但是他是蛮虔诚的 你看这一点 他能感受得到 然后我们在学习当中 不断改变自己 多替 你要度谁 你要多替谁想 给他回向 多理解他 多关怀他 然后阿弥陀佛自然就进入他心里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念佛的 哎呦 你不念佛的时候 对我这样 一念佛 看来念佛真能转化 这个就是我们深夜 口夜 意夜都在占佛 弘扬佛法 我们在讲堂里学完了 在生活当中要锻炼 锻炼同学们 我们是凡夫 难免做错 不怕做错 因为怕也是错 不怕还要犯错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凡夫 错了呢 怕什么 怕不承认 怕不敢承认 怕不肯改 错了只要一承认 一忏悔 人都有良心的 你一改 人家就原谅你 原谅你一大半 他要弃消了 就彻底原谅 所以同学们呢 我们有的时候 之所以 会末法时期 斗争兼顾 就谁也不认错 错了也不承认 我错了 你还错了 你错的比我还多呢 我那就完了 你老揪着对方的错 你也有错 他揪着你 你揪着他 那就永远 没有办法 你看阿弥陀佛 有没有揪我们的错 不放 称我名号 来生我国 也没靠你 你要这样这样 再念佛才灵 那样那样 才来接 只要你要怨声 我的净土 念阿弥陀佛 念他的佛号 名号 阿弥陀佛就接你 阿弥陀佛是最理解我们 我们做了一切错事 造了一切的业 阿弥陀佛早就知道 也别逼着我们改 为什么呢 越逼啊 不但不改还跑了 就不断的召唤 来生我国 我们又造了那个业 来生我国 然后我们又造另外一个业 来生我国 你看阿弥陀佛就来生我国 我们不是 你要改这个 你怎么又那样了 你也没有那样了 你看我们就跟人对立 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以后 就看到谁有问题了 来生我国 你不要去揪他的错 很难改的 他错能不严重就不错了 以后大家 我们凡夫都有过时 我们就想 阿弥陀佛多伟大 直到我们不停地造业 不停地犯错 黄金币昼夜长垂 只要你一回头 一念回光而亦往 这讲到天津菩萨 大家看第七页最后两行 我们把它结束了 与阿弥陀佛舍命 年终八十 虽寄居凡地 礼时难思议 从迹象上看 天津菩萨还在凡夫地 你看他没证过 但是从礼上讲 那是不可思议的菩萨 那么天津菩萨这个传记 我跟同学们 简单把它过下来 我们这回把 这个作者都介绍好 大家把经柱翻过来 看第九页 介绍谈鸾大事 这是网上论的 注解的作者 大家看第九页 北魏谈鸾法师传 这乐邦文类 续高僧传里面 谈鸾法师是高僧 在高僧传里有记载 谈鸾燕门人 燕门就是我们中国 现在的山西 少游五台山 年少的时候 去五台山 见神迹 灵异 因发信心出家 他这个很有感应 我出家第二年的时候 我就到五台山 住了一年 在五台山住的时候呢 我的印象很深 有一个老和尚就跟我讲 他说净土中啊 有两位祖师很重要 但是没有列进去 我们净土中 大家最熟悉的净中十三祖 初祖慧兰大师 二祖散导大师 有个老和尚告诉我 还有两位祖师很重要 但是没进去 我说那两位祖师是谁啊 谈鸾大师和道卓大师 所以按照这两位祖师 要是排进来的话呢 那山岛大师应该是四祖 那么在五台山附近呢 有个玄宗寺 就是谈鸾大师住的地方 这个我们往下看 在五台山呢 见神迹灵异 因发信心出家 读大吉经 以其词意深密 他读这个经呢 感觉这个经呢 意思很深 怕一般人读不懂 因为读解 所以呢 发心为这个大吉经做读解 文言过半 读解的一半呢 便感 便感气急 他就得病了 周行医疗 继而探阅 到处去治病啊 所以就感叹 人命微醉 但兮无常 所以这个 你看古人得病啊 他就能警惕自己 无常 无闻 常年神仙 他听说神仙的寿命很长 往往 奸出 得势法语 方 宠 佛教 不宜可乎 他就想了 那我先到仙家呀 去求 长生不老 然后再学佛 不很好吗 同学们有没有这个想法 我们先搞个长生不老 然后再来学佛 长生不老倒不治愈 我们要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有体力 能做事 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身体好啊 能为别人服务 这个很好 谭伦大师就想 哎呀 那想再好好学佛呀 学佛很重要啊 求长寿 长时间学佛 遂往江南陶隐居所 恳求仙术 这个陶隐居呢 就是 陶红井 大家如果要学中医的话 听到陶红井 你就很 很震撼 这个是当时道家呀 有术的人物 在道家里面是很厉害的人物 他到那里面呢 去 求仙术 隐居受以仙境实践 这个陶红井先生呢 就送给他仙境实践 心言而还 其实这里面还有很长的内容 显示这个谭伦大师 很了不起 这个陶隐居啊 一般的人呢 皇帝啊 乃至于想请他出来都不容易 他比谭伦大师大二十岁 但是对谭伦大师 非常的尊重 非常的恭敬 谭伦大师去跟他求 长生不老数 他很高兴 解代 就给他这个仙境实践 然而 而还字落下 欲三藏菩提流至 这个菩提流至呢 就是翻译往生论的法师 天津菩萨写的往生论呢 是凡语 把它翻成中文的呢 是菩提流至法师 卵问曰 佛法中颇有长生不死法 佛法中有没有长生不死法 圣此仙经者乎 比这个道价的仙经还高的 有没有 刘之曰 就菩提流至法师说 此方何有长生不死法 我们这个世界哪有长生不死的 作为同学 你看我们这个世界 哪个人不死 人生自古 谁无死 从历史上看呢 再长寿 再长寿 最后也是死了 那也肯定我们也会死 众得常年 少食不死 足归轮转 何足归乎 纵然呢 把寿命延长了一段时间 不死 但是还是要轮转 何足归乎 这个并不珍贵 所以印光大师在文朝里面呢 就提醒我们念佛人 念佛人呢 不要求长寿 我以前也跟同学们报告 我们念佛人呢 不求长寿 但是也不求短命 印光大师告诉我们 一切听佛安排 阿弥陀佛说明天来接我 那我明天去 阿弥陀佛说一百二十年后来接我 那我们就念佛等着 念佛等死 我遇到很多同学 我个别的 老想死 想死 死字贴在额头上可以 你别老想找死 哎呀 师父我怎么还没死啊 死了好往生啊 我都活够了 要论活够了 我也活够了 但是你不是你活够了就得死 还得继续活 因为第二天眼睛又睁开了 继续活吧 活到我们有生命啊 我们的生命啊 现在知道怎么样去充实它 有时间多念佛 有时间尽自己的本分 把你本分的事情做好 这个就是弘扬这个法门 同学们 假如我们一学佛了都早死 都想明天死 后天谁来弘扬这个法门呢 明天都走了 那一来念佛就走了 一来念佛就走了 哇那政府就把这个门封了 这地方是杀人的 杀人的地方 我们念佛人还是要健健康康地活着 这个身体缘分尽了 阿弥陀佛接走了 还是很正常啊 在正常当中 这个才叫佛法在世间 不坏世间法 我们生活还是正常 但是我们的心呢 我们的见地 它又超越了 这个就不坏世间法 不影响世间的正常的一个发展规律 为什么我们佛法啊 有的时候会被 被这个时代社会所抛弃呢 就是我们学习佛法的人 运用佛法的人 违背世间法 违背世间法的发展规律 你得在横顺众生当中 去解救众生 你逆着来啊 他就不跟你结缘了 他就排斥你了 你在顺他当中呢 再去解救他 世间的发展规律是什么样 我们也在这个规律当中 尤其阿弥陀佛这个法门 就这样念佛往生 你看多好呢 大家忙 忙着念吗 忙着往生吗 我们新加坡的生活节奏比较快 为什么比较快呢 因为什么都发达 所以就快 有些地方想快 它也快不了 为什么呢 它各个地方都不发达 没办法快 快好还是慢好 同学们快好还是慢好 快慢都不好 不念佛就不好 发愿念佛往生 快慢都行 无所谷 慢好 完了 你就不知足现在了 慢好 我到慢的地方就慢好 到快的地方就快好 为什么呢 我要念佛往生 这样我们就能够随遇而安 我们一般人呢 都是在快的地方因为慢好 到慢的地方 还是新加坡比较方便 慢的地方 它什么公共交通 什么都不方便 到新加坡什么都方便的 哎呦 节奏有点快 其实没有必要 在三界里面 谁也不要羡慕谁 只要不发心出三界 都不太好 同学们 等我们读到谭卵大师的注解 你看谭卵大师那个心胸 你看他的文章 我好意读 跟我们的感觉不一样 所以学习佛法 你要跟高手在一起 那是不一样 他帮我们的影响我们的 提升我们都很快 你看他的话呀 他的注解 他的话一说出来 你一读 他就影响你 潜意默化的影响你 以前想不开的 读两遍 突然间就想得开了 为什么呢 意境不一样 站在角度不一样 谭卵大师说话 真的是豪迈 等我们读到的时候就知道了 有的时候我读了之后 哎呀 这个心旷神怡 一放下来 时间久了 又随自己那个小心眼 也这样走了 所以要常常读经 常常念佛 以前呢 我小的时候啊 我就参加各种比赛 我老师啊 我小学的时候 老师对我都很好 老师就告诉我 不要怕输 多跟高手切磋 你老想赢 老找那个笨的 哎呀 这又赢了 找这个笨的 又赢了 赢到最后 你到真正的时候 你赢不了了 为什么呢 你竟跟笨的人干 搞一搞搞一搞 越搞 你也下棋要找高手切磋 越下越高 你老找那个臭手切磋 给你自己都下臭了 学佛呢 我们要多亲近 高人 什么是高人呢 不是年纪高 就是高人 不是血压高 就是高人 要找那间地高的 有的法师 你别看他年轻 他有间地 他遇到了好的经论 我们跟古人 你看这古人 古人常讲啊 很多法师赞叹 谈蓝大师 那是天上飞行的人 他不是在陆地走的人 就是他那个境界高 他不在地面上看 他在天上看 他也不在山上看 他在天上看 他站在佛的角度看 所以那个见地 是不一样的 所以学习佛法呢 我们要多找高人 你看他遇到 这个菩提流至 那个想法就不一样了 我们这个世界 哪有长寿法 这个世界都得死 就算长寿 延年益寿了 也延不了多久 大家看第九月最后一行 富长生不死 无佛道也 长生不死 在佛道里才有 乃以十六观精受之 约 学此 这三界无复生 六道无复往 迎许消息 获福成败 无德而至 其为受也 什么叫长寿 在我们这个三界里面 没有长寿 所以你要佛法 让我们超越三界 所以同学们 什么叫学佛 学佛的目的是什么 学佛的目的是超越这个范围 超越六道 超越三界 大家看第十页 下面这几个字 迎 虚 迎就是充足 虚就是空虚 我说的再白一点 迎就是富 虚就是穷 迎虚 消 消就是没有了 消息 消灭 吸 来的信息 消息 祸福 这个都是大家执着的 成败 大家也执着这个 胜利了 高兴 失败了 沮丧 迎虚 消息 祸福 成败 无德而至 你还在这里面纠结 那你没有办法长受 所以你看同学们 有的人为什么 你看他身体好 他心情好 他为什么心情好 他在迎虚 消息 祸福 成败上 不是过分的执着 他计较的少 所以有的人 你看他总是 好像傻憨傻憨的 大大咧咧的 什么事都不太在意 哇 他真是心宽体胖 有的人很聪明 聪明的 头发都快掉光了 他计较的特别严重 计算的特别严重 那就很累啊 很耗费心血 那这两类人好不好呢 只要念佛都好 我们不分别这个 那聪明人需要啊 他会想的人呢 他才能设计出很多 高科技的 发明的东西 发明的东西 给我们带来方便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 很多科技都是 聪明人造出来的 给我们带来方便 所以没有什么 最重要的是 遇到好的缘分 超越解脱的 才是佛法 和沙结量 莫能彼也 无得而至 欺为授也 和沙结量 莫能彼也 持五金仙 是之长生也 金仙讲的就是佛 谈卵 卵大喜 碎焚心经 而专修静观也 他看到 谈卵大师 看到十六观经 就观无量寿佛经 听到菩提 刘智法师的 这个解释 哇 他遇到真实法了 遇到真实法之后 你看他舍得多快 把那仙经就烧掉了 这表达他的决心 哇 遇到真实的了 同学们 现在我们遇到的法 是真实法中的 真实法 像无量寿君上讲的 叫会与众生 真实之力 真实之力 就是念佛往生 这个利益 是最真实的 我们这个世间的利益 都不太可靠 有的时候呢 还有副作用 副作用太多了 有事项上的 还有心灵上的 有的时候我们太 追着这个利 人就又显得很无情 那以后这个世间呢 节奏越来越快 大家都被利字 牵着走 但是你不讲利又不行 生活离不开这个 就是这样一个节奏 人情就会越来越淡薄 同学们如果读一读 古时候的那个文章 那个书啊 你看古人的那个感情 多么厚道 两军交战 对方的将领死了 这边的将领 那是敌对啊 都还赶上 你看都还有感情 敌对都还有感情啊 人生得意知己主义 跟他交战了几十年 对方死掉了 这边都很难过 有的时候就感慨啊 我们实际上是知己 但是缘分不同 站在两个军营里下 所以对垒变成敌对 但是实际上呢 是知己 你看古人那份感情 敌对的都有感情 现在家里面都感情少了 所以学佛呀 我们要了解这个世间的虚妄啊 要懂得超越这个世间 这些方面你了解不了 也没关系 就念佛 常常念 想到这个世间的虚妄 我们学这个注解啊 观察完极乐世界之后啊 你就更能够明显地体会到 我们这个世间是怎么回事 拿真的来 你就看出来了 假货了 现在很多地方 做这个假货呀 做得很逼真 你把真的拿来 那假的就露馅 真的没拿来 一看的假的 挺像真的 你把真的拿来的 假的就不行 所以谭卵大师看到佛法 看到佛经 尤其十六观经 他把那个仙经烧掉了 而专修静观 自行化他流步迷广 为主众之 好为神鸾 北魏的这个帝王呢 皇帝呢 称谭卵大师为神鸾 梁武帝呢 跟谭卵大师也有一段姻缘 也赞叹谭卵大师 这方面呢 同学们可以详细读一些 谭卵大师的这些介绍 今天跟大家讲完这一段呢 可能要休息两个月 我要到马来西亚 到印尼 等再回来的时候 就九月初 我再跟大家继续学 这个网声论著 这两个月呢 同学们 有时间了 在电脑上看一看 谭卵大师是什么人 天青菩萨是什么人 龙树菩萨是什么人 多看一看 然后网声论著 这方面的注解书啊 也多读一读 两个月我们准备准备 然后再一起学习 那个效果是不可思议的 同学们 可能我们人生 就是一个大的飞跃 我们学了之后啊 通过这个经典的洗礼 那是不一样的 你把这个事情重视了 这两个月你上网了 就别观察 那个股票升减了 少观察一点 多观察一下 网声论著 新闻呢 少知道一点 没关系 多观察 这两个月熏陶 熏陶 回来我们准备好了 再一起学 你对这个准备很充分 把网声论多读一读 网声论著多读一读 有个印象 再学就不一样 我感觉这样的学习 是佛不是安排的 这几天我做个开端 然后两个月休息 大家好好准备准备 假如直接学呢 大家效果肯定差 为什么呢 大家刚学都不知道 什么叫网声论 什么叫网声论著 都不熟就开始学了 你先熟悉熟悉再学 那一点就点到穴位 你不熟悉点了半天 没有用没感觉 先熟悉了再去学 这个论著 那个效果就更好 我们再把这底下这段文 给他读过来 为主众之好为神轮 赐助并舟大士 晚宜分舟玄宗士 这个玄宗士就在五台山附近 我在我自己有个心愿 一直想去玄宗士 还想去西安 因为西安是过去的长安 散导大师在西安呢 弘扬念佛法门呢 整个长安城都念阿弥陀佛 那我今年回中国就想去西安 看一看 再找个时间再去玄宗士去看一看 这个都是祖师常常住过的地方 同学们要旅游啊 多去这些地方旅游 对于我们学习经典有好处 可能这些寺院里面还有一些石碑啊 碑啊碑文呢 介绍这个历史 你一看呢 哇 你在学习这经典 在看到这个 亲自到这个场地 它都有加持力 我是04年的时候去印度朝圣 我那个时候也是谁员呢 我让我去朝圣 我都不太想去 但是安排我去了 不去了 显得有点太傲慢了 那去吧 去的时候呢 我重要的是要去奇数级孤独园 因为那个时候想学弥陀经 想讲弥陀经 那弥陀经在奇数级孤独园讲的 所以到别的景点呢 我都不太重要 佛成道了 成道就成道吧 菩提树下 我就在菩提树下 送几部弥陀经念念佛 我心里面重要的是 要去奇数级孤独园 那么当中呢 就去了一个景点 什么景点呢 观无量寿佛经这个景点 就贫婆索罗王被关那个监狱 这灵鳩山 我们去灵鳩山下来之后 坐在这个大巴车上 可能要去另外一个景点 我们这个导游是个印度年轻人 黑皮肤的 但是他懂华语 他就跟我坐在一起 坐在大巴车的后面 这个车开到一个地方呢 正开的 正运行的 这个导游就告诉我 法师 这个地方就是贫婆索罗王 被关的那个监狱 那个地方 王宫里 他一说完 我对那一看 车还在慢慢走 我那一看 哇 真的是正对着灵鳩山 我就想到观经里面的经文 贫婆索罗王被关了之后 他在那个监狱里面对着 灵鳩山 拜佛 祈求释迦摩尼佛派 弗罗那 派牧连 来给他受戒 来给他说法 等等等等 我一看 哇 我这个心里面就有一个印象 虽然当时还没有发心讲观经 但是对观经稍微有点印象 前两年在讲观经的时候 一讲就想到那个景象 到奇数级孤独园呢 奇数级孤独园 现在还是一个非常风景 很好的一个园林 所以同学们 我们学了这些著作呀 你有时间了 我看很多新加坡同学 都愿意到国外旅游 你要到中国旅游 就你把这些地址 在网上搜一搜 有时间去看一看 既观光旅游 又能够帮助我们 对经典的学习 加强印象 它有加持力 玄中寺 同学们再看 最后这一段 比较有灵验 星河四年 这个时间 一夕 就一天晚上 时钟见凡生 谭伦大师在自己的房间 见到一个凡生 印度僧人 魏曰 我无龙素也 这个僧人说呀 我是龙素 前面我们讲龙素菩萨 久居净土 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 住了很久了 已辱同志 因为你跟我是共同的志向 故来相见 所以来看看你 因为谭伦大师 注解这个往生论 一开端就列举龙素菩萨的 异形品里面的内容 所以同学们看看 这个都是有来由的 龙素菩萨在 谭伦大师的心中 是非常有地位的 所以他在临终前 你看龙素菩萨 先阿弥陀佛一步来 慰问一下 一辱同志 故来相见 卵志之实志 谭伦大师就知道自己时间快到了 同学们我们学完这个往生论座 哪一天你房间里面来了一个僧人 说我叫谭伦 那你就快了 准备吧 欲之实志 志之实志 急中教戒曰 然后就急中了 教戒曰 劳生异役 妻子无日 你这么牢牢陆陆的 就为了生活 像被奴役一样 这个日子没完没了 地狱祝苦 不可不惧 你要在这个里面活 地狱的面积大 就在六道里面 下地狱的多 升天堂的少 九品敬业 不可不修 这是临终的时候 对我们的教诲 就往生净土 这个法门 不可不修 不可不学 阴和弟子 高声唱佛 西向几首 而终 在世者聚见 繁华闯盖 自息而来 天月迎空 两久难以 你看谭伦大师 最后走得多好 所以同学们 我们学这些注解 这些圣人 那是真的是 我现在要往生时间到了 这些圣人 真的是 了解佛的本怀 真的是往生的 我们往生之前 我们大家学这个经论 你心目当中感恩这些圣人 我跟大家不是开玩笑 可能就在你 时间要到的时候 谭伦大师就来了 散导大师就来了 龙树菩萨就来了 我看到很多传记里面 有些法师 他专修这个法门 在梦境当中 或者在定境当中 就看到天空就出现 上半身是 散导大师 下半身是 阿弥陀佛 所以他这个灵意 是不可思议的 但同学们 我们不要求这个 我们就老老实实念佛 到你要受终的时候 你自己会知道的 以前有老有同学问我 法师啊 念佛念到 字之实字是什么样啊 我也答不出来 以后就能答出来了 法师啊 念佛念到 字之实字是什么样啊 有一天晚上 你时间快到了 就有神声来告诉你 我是龙树 我是谭伦 我是散导 你就准备好吧 你时间快到了 该告别的告别 该干什么的干什么 我们肯定往生 同学们 这个法门呢 绝对是不可思议的 阿弥陀佛的加持力 是不可思议的 这个法门 我们了解之后 真的放心 往生极乐世界是 阿弥陀佛给我们做保证 若不生者不取正觉 那前面的这个作者呢 跟同学们都介绍了 还有两分钟 我再说两分钟话 我们这次学习呢 我非常感恩 感恩我们金福居士 来成就我 到处新加坡找道场 我也感恩我们 延庆寺的主席 负责人护法义工 成就我们这样道场 大家在一块学习 那金福居士呢 是很孝顺 请我们奖金呢 是他母亲往生的因缘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非常感恩 并把这次我们大家 在一起学习的 这个功德利益 我们回向给金福居士的母亲 红金子夫人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红金典 刚才不好意思啊 记错了 我光想了经文了 红金典夫人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也祝愿同修们呢 在往生的这条道上 佛力加持 我们学习经典呢 能够了解佛的本怀 希望阿弥陀佛的本怀呢 在我们这个世间 发扬光大 用我们先前的话来讲 让他热起来 让更多的人呢 有机会遇到 这个阿弥陀佛的本怀 愿力 能够遇到佛的本怀力 天经菩萨就说了 欺佛本怀力 欲无空过者 大家遇到了 没有一个人空过 万修万人去 把万修暗山去 我们把它变成万修万人去 这个门就热起来了 这个就是真正的弘法利生 这个水就会快开了 现在有点热度了 慢慢慢慢烧开它 今天时间到了 我跟大家学到这里 希望我们九月份呢 再聚会 再继续学习 大家这两个月 好好的预洗预洗 谢谢大家 南无阿弥陀佛 谢谢 谢谢大家